全能神说 人的性情自己不能变化 必须得经过神话语的审判刑罚 苦难熬炼 或对付 管教 修理 之后才能达到顺服神 对神有忠心 不应付护弄神 人都是在神话语的熬炼之下 性情有所变化 经过神话的揭示 审判 管教 对付的人才不敢乱做了 沉着稳重了 最主要的一点 是能顺服神现实的说话了 对神的做工能顺服了 即使不和人的观念 也能放下观念存心顺服了 阿们 阿们 感谢神 以前读这段神的话呀 看到神说 人的性情自己不能变化 必须得经过神话语的审判刑罚 苦难熬炼 或对付 管教 修理 之后才能达到顺服神 对神有忠心 不应付糊弄神 我就有点不明白 为什么人的性情自己不能变化呢 我每天都认真读神的话 按时参加聚会 教会里安排什么本分 我也能顺服 只要我不犯罪 好好地尽本分 信神的年头多了 看得神话多了 败坏性情不就变化了吗 为什么还非得经理神的审判刑罚 和修理对付呢 我对神这话 一直没有什么真实的认识 直到我经历了几次严厉的修理对付 反省自己 才看到自己被撒旦败坏得太深了 狂妄自大的撒旦本性根深蒂固 不经历神的审判刑罚和修理对付 我根本不会认识自己 更谈不上得到捷径变化了 2016年初 我进教会带领的本分 刚开始啊 我觉得自己缺少挺多的 进本分常常祷告神 依靠神 遇到看不透的问题 就和同工们寻求交通 大家给我提的建议 我也都能接受 那个时候啊 我还算低调 经过半年多的操练 我掌握了一些原则 也能交通真理 解决弟兄姊妹的一些难处了 我慢慢地就得意起来了 心想 别看以前我没有做过教会带领 但是我素质好 零售神话快 操练的时间长了 我肯定能做得更好 后来 我又负责了一项重要的工作 我就更加沾沾自习了 觉得自己在同工中年龄最小 信神时间也短 但是能负责这么重要的工作 看来 我还真是个人才呀 那段时间 我连走路我都仰着脖子 就觉得 谁的本分都没有我这个重要 好像谁都不如我似的 渐渐地 我就越来越张狂了 商量教会工作的时候 同工们提出一些不同的建议 我就很持守自己 心想 是你们说的那回事吗 我之前可处理过这类事 掌握的原则不比你们好吗 我知道这事 该怎么处理是最合适的 有时候 我看到佩搭的姊妹 在一项工作上多求一点汁 我就不耐烦了 觉得 这么简单的事 很容易就处理了 没必要这么一遍遍的交通寻求 有时据同工会 我看到佩搭姊妹的意见 也没有被弟兄姊妹采纳 我心里就小瞧她 觉得 别看你做带领的时间比我长 可是你也没比我高多少啊 有一次 佩搭的姊妹说我 尽本分拖拉 工作进度慢 我就不服气和她争执 我说 你这么交通啊 我可接受不了 这工作你不是也参与了吗 难道就没有你的责任吗 你怎么不认识自己 还把责任都推到我头上呢 说完啊 我起身就走了 后来 带领知道了我这样的表现 就对付我 说我太狂妄了 我只是口头认识认识 说我太狂妄了 不接受真理 并没有反省认识自己的本性实质 尽本分还是大摇大摆的 凭着自己的意思做 当时呀 身边有一些同工 因着素质差 做不了实际工作 被撤换了 我从来都不担心 我会被撤换 心想 我现在 我现在可是教会的人才 负责好几项重要的工作呢 要是没了我 短期内 能找着合适的人吗 就在我 狂地失去理智的时候 临到了严厉的修理对付 一次 我看到弟兄姊妹 写了几篇经历见证文章 就感觉有点浅 我也没和人商量啊 直接就给作废了 后来 带领知道这个事以后 就挺生气的 就问我说 这么好的文章 你为什么给作废了呢 你当时 有没有和同工们商量啊 我说 没有 我当时就觉得 这几篇文章有一些浅 我话音刚落 带领就很严厉地对付我 说 这几篇文章 虽然是浅了点 但是经历很真实 认识也挺实际的 对人有造就 这就是好的经历见证文章 是 你尽本分 不寻求真理 任意妄为 不明白真理 也不和人商量 把好的文章 直接作废了 埋没弟兄姊妹 经历神做工的见证 你这不是浑人 不是撒旦干的事吗 你这么做啊 纯属是打岔搅扰 虽然 以往我也临到过一些修理对付 但是 从来都没有这么严厉过 浑人 撒旦 打岔搅扰 任意妄为 这几个词啊 就不停地在我脑海里边回响 我就忍不住哭了 就感觉 连呼吸都挺困难的 心里边 其实还有一点委屈 就觉得 我当时 是没有和同工们商量 但是过后 我不是也告诉他们了吗 神真的是见察人心肺腑啊 就在我心里讲理的时候 带领又严厉地对付我 说 你做事独断专行 哪怕把看不透的地方 问问别人 和人商量商量 你连这都没有 你真是太狂了 没有一点敬畏神的心 听到这话呀 我才勉强顺服下来了 我要是真有一点敬畏神的心 在处理这事之前 我就应该寻求寻求 可是我连问都没问 就凭几亿直接处理了 我还真是太狂妄自施了 接下来 带领调查后 看我太狂妄自大 也不明白真理 不适合尽这么重要的本分 就把我车换了 那个时候啊 我特别消极 就觉得 带领肯定借着这一件事 把我看透了 认为我不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人 还特别狂妄自大 没有什么培养价值了 完了 我以后在身家 也没啥出息了 我越想越消极 心里边充满了误解 就觉得 我都成了撒旦了 还能猛拯救吗 弟兄姊妹 肯定也都认为 我不是一个对的人 我再追求 又有什么用呢 那段时间 我外表勉强 尽一些本分 可心里 也不想好好追求真理 带领多次给我交通神的心意 但是我也没有扭转 后来 带领就对付修理我 说 我尽本分拿把 成天消极 就是在与神对抗 要是再不回转的话 早晚得被神淘汰 是 我一听啊 心里才感到害怕了 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就赶紧来到神的面前 向神祷告 寻求 反省自己 这半年多来 我为什么 就不能正确对待修理对付呢 反省中啊 我看到了一段神的话 有些人 经过修理对付之后 就消极了 尽本分也没劲了 忠心也没了 这是怎么回事 一方面是因为 人对自己做法的实质不认识 导致对修理对付不能服气 另一方面是因为 人到现在都不明白 对付修理的意义 人都认为 修理对付就是定人结局的表示 所以 人都错认为 只要是对神有点忠心 就不能有对付修理 若对付就不是神的爱 神的公义了 这样的误解 就使得很多人 不敢对神忠心 其实说到底 都是因为人太诡诈 根本不想受苦 就想轻而易举地得福 人对神的公义不认识 根本就不是神没做公义的事 也不是神不做公义的事 而是人从来就不认为 神做的是公义的 在人看来 神做的不合人的意思 神做的不尽人意 就是神不公义 而人从来就不知道 自己做的不合事 不合真理 也从来不认识人做的 都是在抵挡神 阿们 阿们 看了神话语的揭示啊 我才明白 我之所以一直这么消极 根源是因为我的本性 太狂妄自大了 不认识自己做事的性质是什么 还觉得 我只是犯了一个错误 就这么处理我 太过分了 所以啊 就长期活在消极中 误解神 防备神 看这神话 我就问我自己 难道 我仅仅是因为 做错了一件事 就临到这么严厉的修理对付吗 神家对付人 都是有原则的 都是根据人的本性实质 和一贯的表现 带领对付我 也不是无缘无故的 那我能临到 这么严厉的修理对付 到底是我身上 存在哪方面的问题呢 后来啊 我又看到了一段神的话 你里面真有真理了 走的路自然也正确了 没有真理就容易作恶 并且身不由己 好比你里面有狂妄自大 不让你抵挡神也不行 非得抵挡 你不是故意的 是由狂妄自大的本性支配的 狂妄自大 就使你藐视神 狂妄自大 就使你不把神放在眼里 狂妄自大 就使你好高举自己 狂妄自大 就使你处处显露自己 狂妄自大 最后使你坐在神的位上 见证自己 最后把出于自己的意思 自己的思想 自己的观念 都当作真理来供奉 你看 这个狂妄自大的本性 支配人做了多少恶事 要解决人的作恶 必须先解决人的本性问题 没有性情的变化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阿们 还有讲到交通中也提到过 有些人有点恩赐素质 就瞧不起别人 目中无人 谁的话都不愿意听 就觉得自己 高于其他所有的人 这样的人 就是狂妄自大 狂妄自视的人 想到自己信神以来 不注重追求真理 就凭着自己的素质 和狂妄性情 才尽本分 还觉得我能谈会讲 尽本分有一点 小小的果效 得到带领的器重 我就觉得自己行了 能做工作了 比其他童工都强 丝毫不把佩搭的弟兄姊妹 放在眼里 特别地持守自己 狂妄性情越来越膨胀 到后来 我在处理教会工作的时候 态度特别轻慢 从不寻求真理原则 也不和别人一起寻求交通 就凭着自己的意思 随意地处理 结果 打岔了教会的工作 原来 我还总感觉 我自己素质挺好的 也明白一些真理了 可现在这么一显明啊 我才看到 我明白的 就是一点道理 根本就没有真理实际 也不会交通真理 解决实际的问题 可就这样啊 我还特别地狂妄自视 什么事 我都敢自己做决断 我简直是 已经狂妄到了 失去理智 目中无神的地步了 这次 借着带领来检查工作 才把我的问题 给暴露出来了 想到我之前啊 一直都是这么尽本分的 不仅没有给弟兄姊妹 带来多少帮助和益处 反而还流露了 很多的败坏性情 让弟兄姊妹受挟支 我这哪是在尽本分呀 我这简直 就是在作恶 我越想啊 越心惊胆战的 深感 人凭着狂妄性情做事 就是想不抵挡身 不作恶都不可能 想想身边有一些弟兄姊妹 外表看素质是不如我 但是人家尽本分 能小心谨慎 还知道寻求真理 采纳别人的意见 而我狂妄地 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了 压根都没有寻求真理的意识 我越反省啊 越感觉 自己走的不是一条追求真理的道路 就我这么地狂妄自大 目中无神 临到修理对付 本分地撤换 这正是神对我的保守和拯救 不然的话 我还指不定要做出多少恶来 真到了无法挽回 面临被开除的地步 我那个时候再后悔啊 就真晚了 明白了神的良苦用心 我挺懊悔的 觉得自己这半年多来 一直误解神 埋怨神 消极代工 我真的是太不可理喻了 接下来呀 我就想好好尽好本分 弥补我以前的过犯 谢谢 半年后 我被选为组长 当时啊 我真的挺害怕自己 又因着狂妄本性 跌倒失败的 尽本分时 遇到事啊 我就比较谨慎一些了 也能经常和佩搭的弟兄姊妹 一起商量交通 寻求真理 解决教会里边存在的问题 这么尽本分啊 我感觉自己踏实了很多 而且 我和弟兄姊妹相处的 也比较融洽了 几个月后 我看到自己尽的本分 有点果效 心里啊 又有点窃喜了 就觉得 我还真是个人才 不管尽哪个本分 很快就能把工作做起来 慢慢的 我这狂妄性情 就又开始发作了 有的时候 弟兄姊妹有问题 想向带领寻求 我一听啊 就挺不耐烦的 心想 这问题之前 不都寻求过了吗 怎么又要寻求呢 我知道原则 我给你们交通就好了 我就不加思索地 把我的理解 说给弟兄姊妹 让大家接受 可弟兄姊妹 觉得不踏实 就又向带领寻求了 后来啊 带领给我们交通了 实行的原则 和我之前认为的 不太一样 我心里边一惊啊 多亏寻求了呀 要不然 又该耽误本分了 是 可是这事过后呢 我并没有反省 认识自己 还是挺狂妄的 也没有啥理智 看到哪个弟兄姊妹 尽本分出现一些偏差 我就占地为教训人 心想 这点事你们都做不好 还能干什么呀 我看你们呀 就是不用心 慢慢地 弟兄姊妹 都开始受我的挟制了 也有些疏远我 有一个姊妹 被我挟制的 都不想尽本分了 其实 我也知道 这样做不对 但是一临到事 就又身不由己地 流露狂妄心情 想到我之前的跌倒失败啊 我心里边 隐隐地有一点害怕 但是当时 我并没有 去寻求真理解决 后来 我平起义 用了一个姊妹 尽重要的本分 一个弟兄提醒我 说 这个姊妹是个鬼诈人 不适合尽这么重要的本分 我心想 她是有一点问题 但是也没你说的那么严重啊 谁还没有败坏缺陷呢 我就根本没有把这个弟兄的建议 放在心上 只是过后找姊妹交通交通 提点了她身上的一些问题 可没想到啊 这个姊妹尽本分 这和你尽本分不负责任 有直接关系 不明白真理 还狂妄自恃 必须扯还 听到这么严厉的修理对付啊 我如座振斩 这回 当着这么多弟兄姊妹的面 直接说要撤换我的本分 而且还反复强调 这是打岔搅扰 必须撤换 我就觉得 这下我完了 肯定要被淘汰了 以后再追求也没用了 被撤换以后 我很消极 晚上睡觉的时候 一想起这个事 就流眼泪 好长一段时间 我都感觉 我没有脸见人 看到弟兄姊妹 都高高兴兴地尽本分 我总感觉 我和大家不一样 因为 我的本性太狂妄了 不和人商量 不听劝告 提拔使用诡诈人 严重打岔搅扰了 教会的工作 神还能拯救我吗 没想到 我年纪轻轻的 信神的路 就走到头了 我甚至开始怀疑 神说的修理对付 是拯救 不是淘汰 这话 不是对我说的 心里边 充满了误解 一次 上面带领 和我们交通工作 我就躲在 屋子的最角落里 可没想到 带领突然叫我的名字 问我 最近有没有长进呀 又问我 临到修理对付 有没有消极呀 又与众心长的 和我交通 嘱咐我说 现在你还年轻 要追求真理 注重性情变化 阿美 听到带领 推心致富的话 给了我很大的安慰 和鼓励 阿美 我当时啊 眼泪就止不住地流 我这么地狂妄自大 尽本分不负责任 应付糊弄 给教会工作 带来严重的亏损 带领撤换我 对付修理我 这都是应该的 可没想到还鼓励我 我从心里 感谢神对我的怜悯 感谢神 那天晚上 我流着泪和神祷告立心志 一定好好地反省自己 寻求真理 解决自己的狂妄性情 阿美 后来 我看到了一段神的话 狂妄是人败坏性情的病根 人越狂妄 就越容易抵挡神 这个问题 严重到什么程度呢 人有狂妄性情 不但目中无人 最严重的 就是目中无神 别看人外表 信神 跟随神 人并不把神 当神对待 总觉得自己 有真理 自己伟大 这是狂妄性情的 实质 根源 是从撒旦来的 所以 狂妄的问题 必须得解决 目中无人 那是小事 关键是 人的狂妄性情 让人不顺服神 不顺服神的主宰安排 总要与神争权力 控制人 这样的人 没有丝毫敬畏神的心 更别提什么 爱神 顺服神了 狂妄自大的人 尤其狂妄地 失去理智的人 信神 不能顺服神 还高举 见证自己 这是最 抵挡神的人 人要想达到 有敬畏神的心 那就得先解决 狂妄性情 你的狂妄性情 解决得越彻底 你就越有 敬畏神的心 有敬畏神的心 才能顺服神 才能得着真理 达到认识神 阿们 阿们 那神话语的 结实下呀 我才看到 原来 我凭着狂妄 本性做事 不仅仅是流露 一点败坏的问题 最主要的 它能使我变得 目中无人 心中无神 导致我总是 身不由己的 悖逆神 抵挡神 回想 自己在 尽本分期间 就总感觉 我有头脑 素质好 就常常凭着 恩赐素质尽本分 特别地相信自己 很少向神祷告 寻求真理原则 心中丝毫 没有神的地位 尽本分 没有什么成果的时候 我还能老实一点 一旦掌握一点原则了 有一点果效 我就开始 以此为资本 觉得自己 什么都能行 什么都能做 能看准人 能看透事 就更加地 狂妄自大 自以为是 做事啊 竞贫极易 独断转型 甚至 我还能拦阻弟兄姊妹 向带领寻求真理 还把自己的想法 当成真理 强加给弟兄姊妹 让大家接受 顺服 在事实的显明中 我才看到 我凭着狂妄本性 做事 给弟兄姊妹带来的 都是挟制 都是伤害 给教会工作 带来的也都是 打岔和搅扰 甚至还充当了 撒旦的差异 带领 对付我 这是严重的 打岔搅扰 一点都不错 我临到本分的撤坏 这更是神的公益 我现在才看到 这个狂妄本性 真的是太可怕 太致命了 如果不解决 随时随地 都能作恶抵挡神 打岔搅扰神家的工作 触犯神的性情 被淘汰 遭惩罚 撤换后 本分中的其他问题 也被暴露出来了 面对弟兄姊妹的责问 和善后的工作 我感到挺懊悔自责 心里也挺恨我自己的 我怎么就那么狂呢 我总感觉 我自己是个人才 我什么都能行 但是 我到底做过几件 让神满意的事呢 禁得本分漏洞百出 一塌糊涂 竟是打岔搅扰 我当时 要是有一点点 敬畏神的心 多和神祷告 寻求寻求 或者 多和弟兄姊妹 交通商量商量 再小心谨慎一点 我也不至于做出这么多 抵挡神的事啊 是 后来 为了解决狂妄本性 我读了一些神的话 和讲道交通 咱们一起读一下吧 好 人的心情 自己不能变化 必须得经过 神话语的审判刑法 苦难熬炼 或对付 管教 修理 之后 才能达到顺服神 对神有忠心 不应付糊弄神 人都是在 神话语的熬炼之下 信心有所变化 经过神话的揭示 审判 管教 对付的人 才不敢乱做了 沉着稳重了 最主要的一点 是能顺服神 现实的说话了 对神的做工 能顺服了 即使不合人的观念 也能放下观念 存心顺服了 阿们 感谢神 感谢神 现在在读这段神的话 我真体会到 解决人的狂妄本性 唯一的路途 就是接受神的审判刑法 和修理对付 阿们 因为我们被撒旦 摆坏太深了 如果只靠自己 读神的话 反省自己 对自己的认识 就很肤浅 摆坏性情 不容易变化 没有神 这一次次的显明 和修理对付 我还自以为是 很相信自己 不知道自己半斤八两 更认识不到 自己这么的狂妄姿势 撒旦性情这么严重 现在 在回想自己 以前做的那些事啊 心里就很蒙羞 很懊悔 甚至都不想回忆 也没有脸再提起了 不过 也正是这些 惨痛的教训 让我对自己的 狂妄本性 有了一些认识 知道自己在哪些地方 容易跌倒失败 对神 稍稍有了一些 敬畏的心 也看到 我根本没有真理实际 尽本分 没有寻求真理的心 还能任意妄为 打岔搅扰 比起那些素质一般 但是能踏踏实实 尽本分的弟兄姊妹 差太多了 实在没什么可况的 是 认识到这些呀 我在尽本分 就低调一些了 也不那么相信自己了 也有意识地操练 放下自己 否认自己 多寻求真理原则 多听听弟兄姊妹的观点 和大家共同商量 解决教会里面的问题 感谢 有时 我又流露狂妄性情 或者尽本分违背原则 也操练放下自己 接受弟兄姊妹的修理对付 和指点帮助 慢慢地 我感觉这么实行 很得益处 因为 我明白的真理浅 对很多事看不透 和弟兄姊妹一配搭 大家的观点一综合 对一件事就看得透一些 这样尽本分 不知不觉蒙了神的保守 就不会出现大的偏差问题了 感谢神 而且 在弟兄姊妹的监督下 我的狂妄本性 也得到了一些制约 这么实行 我感觉心里平安 踏实 慢慢地 我凭着狂妄性情 做事的时候 就越来越少了 感谢神 一次 佩达的姊妹对我说 认识你啊 快两年了 以前你这个人啊 真是太狂妄了 总让人受狭制 可现在看 比以前 有一些变化了 感谢神 听到这话呀 我 鼻子酸酸的 我 这么张狂的人 这一点点的变化 都太来之不易 阿们 感谢神 回想这几年的经历 这两次刻骨铭心的修理对付 给我带来的帮助和益处是最大的 如果不经历这样的修理对付 我到现在肯定还是一个 没有正常人性 目中无神的人 活在危险的边缘 随时随地能抵挡神 我现在真实地感受到 修理对付 是神对我的保守和拯救 阿们 感谢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